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要值得斟酌的 我们看哦 你看哦 制定规则的人 其实最好不是行使规则的人 思考这个问题 思考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我们就是说 要行政命令 必须是一个授权立法 这个行政命令 必须在法律的授权之下 必须在法律所规范的原则 跟架构之下 你才可以去颁布 这些行政命令 或是其他的命令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其实就是要避免这一点 很重要的概念 知道哦 制定规则的人 最好不应该是行使规则的人 因为你如果是制定规则的人 也是行使规则的人 哦 那个就会自肥啦 那个就会制定自己 非常有利的法律啦 这个就是很危险啦 好 那这个了解就好了 了解就好了 同样的判决也一样 判决也一样 所以 当然我们大陆法系的概念 跟英美法系的概念 不太一致 在英美法系呢 英美法系就是所谓的法官立法 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的国家 因为他们的判立法 判决法就是 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法律 判立法是他们最主要的法源 那在英美法系里面 那在英美法系里面 他们他们的判决 基本上就所谓的法官立法 所以法官的 这个法官司法人员的 那个伦理的概念 法律的概念 其实我们下一堂课会讲 不是下一堂课 我们下个礼拜的课程 它很重要 特别是在 特别是在哪里 特别是在英美法国家 当你今天任何一个法官 你所下的判决 它都会被成为一部法律的时候 这个判决 你的下法就要非常的小心了 知道我意思吗 就像我们来讲 如果今天每一个案子 每一个案子 都像审理阿扁案一样 阿扁案知道 会怕吗 会怕吗 那我们不管 那你的顾虑 你的谨慎度 你的严谨度 你就我们不要管 他判决的结果是什么 好不好 我们没有蓝绿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就是说 如果每一个案子 你都把它当作是像阿扁案 这样子的 可能会受到 后面会很多影响的 会受到全国的瞩目的 你如果用这样子的态度 去处理每一个案子 那就是一个谨慎度 我们这个 当然是我们下礼拜要上的 我们这边可以来看 那只是跟大家讲 法官立法 它是一个判决法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那就要小心了 再来我们要看的是 立法的公义性跟民意性 这边 什么叫公义 一样我们再来看 这是第二个部分 我们先已经把公立给讲完了 我们先要看公义 这边是什么 在网络上看到一张图片 一个应该是公共厕所 但是旁边很有趣 好多好多了什么 卫生纸 你们一定会抱怨说 哎呀我们福大的厕所 为什么只有老师在用的厕所 才有卫生纸呢 为什么你们学生用的厕所 没有卫生纸呢 对不对 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但是呢 我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我吓了一跳 哇 为什么旁边这么多捆卫生纸 啊高兴吗 高兴吗 你们很一定希望很多卫生纸可以用嘛 对不对 好你们一定希望嘛 但是我们就是问一件事情 就是说这是公义吗 知道我意思没有 这张图片就去思考一个问题 这是公义吗 好像昨天有一个新闻 昨天有一个新闻 我们教育部呢 准备花五千万 花五千万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这个新闻哦 要花五千万 要在全国呢 可能目前准备要挑大概一百所 还是几百所的学校 要盖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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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盖学生的沐浴间 沐浴间知道吗 沐浴就是可以洗澡的地方 我说为什么要盖沐浴间 我看到那个洗衣服 我也愣了一下说 为什么要盖沐浴间 因为呢 他的理由是 哎呀 因为学生呢 可能运动完以后会流汗 那学生比较不会照顾自己啦 然后流汗的时候 如果说 像天开始变冷了 你流汗的话呢 你这些那个衣服呢 如果没有换掉 没有冲个澡把它换掉的话 就很容易感冒 知道 那现在呢 又是那个什么心流感的 你感冒的话 就很容易罹患心流感 所以呢 要盖沐浴间 然后花五千万准备去盖沐浴间 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当然你要盖什么都可以啊 只是觉得 怎么会这样呢 你们去思考个问题 怎么会这样呢 你盖沐浴间 你是不是代表 所有的学生 你都要带换洗的衣服 要不然你还是穿湿的衣服啊 以后这些沐浴间怎么管理 会不会被滥用 我不晓得 了解吗 其实从我们学校的观点来讲 你今天盖了 你花了一间沐浴间 花了五十万你盖了 so what 水电谁付 还是学校在付啊 现在每天学校的经费这么少 你今天盖了 以后怎么为付 问号 知道我意思吗 很简单 很简单的概念 好 那只是说我们今天 这是一个公益 给大家钱 这是一个公益 那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公共的名义 公共的利益 其实大家都要思考的 好 好来再来我们往下 那第一个呢 整个立法的过程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公益是什么 公益 所以我们就看一个法律的成立的过程 除非这个法律呢 它本身就是 是一个技术性的法律 那没有话讲 例如今天有一个新的技术的发生 新的形态的社会现象发生 我们马上要去规判它 那个没有话讲 但是一般正常的法律 是要去有一些 我们就举一个最前的例子 现在要克的能源税 这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概念 没有错 它是一个理论 它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但是呢 这个法律形成的过程 应该要怎么样 所以我们就看 像这个就很明显的 是一个公益的概念 我们第一个要来看 就是团体利益的要求的社会化 就是说 不同的团体呢 它有不同的趋同跟融合 它形成共同或普遍的一些利益的需求 它有一些团体利益的一些需求的 我需要有这些东西 例如我们可能很多的经费都没有了 经费都短缺了 我们要能源发展 我们要能源节省 各方面的经费都短缺了 所以我们需要有额外的资金 额外的经费的来源 那就是有短缺 有一些团体已经开始有声音出来了 然后再来呢 这些社会利益要求 它希望因为有社会有这些需求 它把这些需求跟国家讲 那国家它也希望把这些需求 把它变成益智 就是要变成立法 我想这是一个过程的 你们要去做了解 那把这些需求把它立法以后呢 就会形成一种保障 形成一种拘束 形成一种给予 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就是一个法律形成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其实最重要就是要先去了解 什么是公益 那立法的公益 它真正的关键点就是要去充分发现 而且并且要准确的表达 社会化的利益的要求 我有用皇日显现出来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我们觉得这一阵子 其实有一些例子 像我们上礼拜我们也谈到 像前一阵子那个什么 说要把那个总统府特区扩大 对不对 就是那个概念 它并没有可能没有充分的去了解公益这一块 没有了解公益这一块 它就自己内部的一些会议呢 可能就决策就出来了 这个决策出来 因为它可能会跟公益是有所违背的 或是说它没有充分去了解公益 或是去跟公益进行沟通 那你内部的需求出来 你马上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反弹跟抵制 这就是一个关键点 好 再来往下看 那你要选择啊 公共利益这么多 你要选择吗 怎么选择 那我们就说立法 就是立法者是站在一定的立场跟角度 你是要站在哪里 你是要站在这个团体 你要站在资方 你要站在劳方 你是要站在保护民众的利益 还是要站在保护元首的安全 这是你要有一个立足点 然后呢 按照一定的目的跟原则 你怎么样去平衡这两者之间的原则 然后它的价值判断 然后来选择 知道 我想这是一个很两难的 特别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对立 或是需要调和的一个社会里面 这种社会利益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 那立法者的评价是什么 立法者 我们刚才讲 虽然说是政党政治 但是你的目的你还不是为了政党 我们必须是要为了所谓的公益 那公益是什么 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公共的利益的需求 我想它要跟前面去做结合 它绝对不是少数人的一个利益的需求 公益是整个共同的要立法的意愿 就是大家都希望这个法的一个意愿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人对于其公共利益的需求 需要法律来予以确认 然后来保护的一个共识 我想这个都是自然法学派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概念 就是说我们的意志 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利益能够经由立法 白纸黑字的给予民文的保障 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主国家的一个表征 要不然如果说我的这些需求 我的权力 我的要求 我没有办法获得法律民文保障的时候 那些都是空谈 因为都是虚无的东西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需求 例如这边我们举的例子 像什么 像反垄断 像什么 禁止请销 这个请销的禁止 这些都是 过去我们之前在讲伦理学的概念的时候 这些其实 这个自由竞争 自由竞争 对不对 我今天要 别人一件一个 一包物品要卖十块钱 我今天低价请销 我一包卖一块 为什么不可以 了解我意思吗 为什么不可以 你不用管我为什么要卖一块钱 我即使我今天买一 卖一亏一 我也高兴 我做公益不行 对不对 所以这个会这样子 但是你的请销 过度的请销 你可能会打击市场 你可能会让很多人退出市场 我想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去了解 那是不是对整个社会会有利问号 我想这些都去做思维的 那公益它有几个要件 公共利益跟公益 要称为法律有几个要件 就像我刚刚讲的 大家都需要 你最好来讲 公益是什么 大家都不要纳税 对不对 是不是公益 大家都不要纳税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你们现在没有纳税吗 还没有缴税 你们不知道纳税的辛苦 知道 以后缴税你就知道 大家都不要纳税 很好啊 这是公益啊 但是是吗 思考 那它必须有一些存在的要件 第一个客观 第二个主观 第三个时间要到 时机要到 OK 时机要到 水到渠成了没有 水到渠成了没有 例如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要被科能源税了吗 知道吗 所以它需要时间的 它需要时间的 第一个客观的条件 就是说 它真的需要来进行调整 客观真的需要调整了 我们现在的税制 我们现在整个的结构 已经没有办法去因应 未来整个可能环境 各方面的冲击跟需求了 所以我们需要要进行调整了 这第一个客观要件 第二个主观的要件是 大家已经有这个认知 我愿意去接受这样子的调整了 就是一个主观 主客观都要了解 第三个是时机 什么时机是最适当的 好了 举一个例子 两年后 准备要在客的时候 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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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一个955千汽油 它的单价是 一公升是150块 请问你敢不敢加 还没有加 还没有加 还没有加到8点多块 还没有加 能源税还没有加上去 但是那时候的油价 一公升是150块 请问在这样子的一个 高能源时代的时候 你今天硬要再把它加上8块钱 应该加上去 请问你敢不敢加 这就是时机 所以 可能你的主客观都有了 但是呢 你如果那个时机不对 也有问题 或是说 我们不要 希望不要它发生 搞不好两年后 准备要 克这个能源税的时候 又来一个 这不是 那个 诺曼兄弟一年了嘛 对不对 然后呢 两年后又来一个 诺曼兄弟 我不知道有没有 另外一家诺曼兄弟 又来了 又来自金融风暴了 又来自全球大衰退了 敢不敢加 问号又来 所以时机 其实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点 那我们都要来 思考 那最重要是说 我们这个法 它所立的法 应该是要 什么样的法 它要立能行之法 可以走得动的法律 它要进 什么东西 要进能格之士 就是我们真的要去 修改的一些事情 那水到渠成 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好 这是一张图 这是什么图 啊 这是水到渠成 这是什么 这个叫high code 就是high code 就是他们的高等法院 要看这个啦 这在一个妇女 怀孕的妇女 在照超音波 然后里面有一个小孩子 很高兴哦 婴儿很高兴哦 做什么 啊 举手 哎呀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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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yes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小孩子 有听到电视 在讲一件事情啦 什么事情 那个high code on hot band on the partial birth abortion 是什么意思 我还不晓得 这什么东西呢 那个叫什么 partial birth partial birth是在讲 那个 大家知道abortion 是堕胎的意思 就是堕胎的意思 但是什么是 partial birth abortion 真正的一行是 好像他讲是那种 后期的堕胎 后期就是 我早上上网去查一下 他是在讲 很特别的后期的堕胎 后期的堕胎是指 胎儿已经四个半月 到九个月大的 胎儿的堕胎 这个就是 那那个什么 因为布希在93年的时候 他严格通过了这个法律 通过了这个法律 就是可以堕 在某些状况之下可以堕 但是后期的堕胎 基本上他是尽量禁止的 后期的堕胎 因为四个半月到九个月 这个胎儿已经成型了 OK 所以当时这个法律 所以我们讲就是水到渠成 那当然 这个案子有打到美国联邦法院去 最高法院有判下来 在两年前有判下来 那他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说 布希的那个法律是违宪的 堕胎是人的自由 他们基本上是违宪的 那后来最高法院 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下来 没有违宪 没有违宪 所以这个法律基本上是 我就是说 思考一下好 思考一下 好 那来再来这一张 谁 这谁 这个是英国的笑话的那个经典 就是Mr.Bean 豆豆先生 知道吗 豆豆先生 那这个我怎么讲他呢 就是其实 因为大家知道同心人要保护 同心人要保护 你们都知道很多争论节目 很多像很多那个墨剧 很多那个都会拿很多东西来笑话 你知道吗 当笑料来笑 那后来 在英国今年 今年年初呢 就有就有议员就提案了 提案什么 提案呢 在所有的公开场所上面 不能讲同性恋的笑话 知道我意思吗 就还有一个提案 英国 你说这么民主的国家 他有提案 就说你不能讲同性恋的笑话 你不能把同性恋 或是Homosexual这种 这种的那个 那个笑话拿出来当 在公开表演上面 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表演 你都不能把它当笑话 就是希望禁止 就希望禁止 那这是Mr.Bean 那当然 因为跟他们影响很关系 他们很多的素材 就需要用到这一些 那就被禁止了 再来我们看那个平等性跟 公平性和平等性 我想这个概念 大家比较可以理解 什么叫公平 什么叫平等 那我们不花太多时间在这边 基本上公平跟平等 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同等对待 要同等对待 很简单要同等对待 那当然来讲 公平的伦理 他是希望去平衡 去调和 那我们希望如果像很多 为什么要平衡 整个社会上面 就是需要去平衡 这种各种的利益冲突 所以什么是平等 这是很难去做思考的 例如他的几个层面 第一个是同样情况下的 同等对待 这个叫 其实这平等的概念 大家不要认为说 为什么 你们都是做的 老师还站在这里 对不对 那不平等 老师应该也要做的嘛 对不对 那我老师认为不平等 一样的概念 那另外一个是 不同情况下的区别对待 这是思考 平等的概念 不是只有 大家已经讲了说 为什么我有他没有 为什么他有我没有 不是这样子而已 你们必须要去思考 是说 在同样的情况之下 你是不是有受到同等的对待 另外一个在不同情况之下 他必须是要被不同对待的 那去思考 像前面没有问题 我想大家可能比较忽略的是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说 不同情况之下的区别对待 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比较忽略 那我想刚刚其实谈过就是 例如也谈过了类似的概念 像那个弱势者的保护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不同情况之下的区别对待的一个概念 例如 劳资双方 生产者跟消费者 大家都很清楚啊 劳资双方 生产者跟消费者 请问谁比较弱势 他们的地位是不均等的 他们地位是不均等的 你今天可能是只是一个小虾米 你的对照是谁 是一只大鲸鱼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求的是一个 同样情况之下 通俯对待的时候 那不得了啦 那你这些小虾米 全部都被大鲸鱼给吃光了 对不对 所以就必须要有不同情况之下的区别对待 能够来达到所谓的法律的公平性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理解 那从一个法律 立法伦理的角度上来讲 你必须要针对 特别是针对这个后者 我不是说大家去强调 因为大家对于同样情况之下的同等对待这件事情 是比较容易能够理解的 那对于不同情况下的区别对待这件事情 或许你可以理解 但是你可能体会或真正面临到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实践它去落实它 我想这个部分可能要特别注意 好 再来要平衡 再来要进一步讲了 你要平等 平等不是只是大家都站在起头点的平等而已 这个就像天平一样 它是会前后摇动的 它是会左右摆动的 那我们法律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这个天平能够去 去不是一种一位式的起头点的平等 一位式的起头点的平等 知道意思吗 这个平等的概念也是希望让它能够尽量的去平衡 这也是一个平等的概念 那这个平等的概念就是第一个要利益坚固 第二个就是要利益平衡 这两件事情大家可以去做了解 就是说我们也要平衡 也要平衡 什么叫利益坚固 就是说我要在立法的时候 你不能只看到某一个角 你必须要尽量的去看到所有的角 这叫利益坚固 那什么叫利益平衡 就是说我们去平衡的时候 今天我如果给予某些人比较多的保障 他有比较多的权利 那我可能要相对的给某一些人 比较受到不利的那些人 给他一些特别的优待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这就是坚固 这就是坚固的概念 你今天不能只是看到这一块 你也应该要看到另外一块 这就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几个层次的概念 好 再来咯 利益坚要公开 没有问题啦 利益坚公开没有问题 就是说他希望你整个的决筹的过程 是应该公开的 那我们都知道 除了一些必须要经由秘密审议 例如像国防有关 国防啊 国防跟外交 部分有牵涉到秘密的问题 国防机密的问题 那这些基本上在立法院里面 是必须要经过闭门会议来审理的 秘密会议来审理的这些事项以外 全部都必须要公开 全部都必须要公开 好 那公开的正义 这件事情大家都可以了解 公开就是说 你必须要 所有的程序所制定的规则 都必须要公开 像我们现在行政程序法 或是说我们的立法一些原则 草案都要前 草案不是说我行政机关提出来就提出来 都会有预告的 知道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草案 都有预告期 大家可以提出一些意见 预告期以后呢 再送过去 然后大家看审议的时候 都会还是会有另外一个预告期 那整个的程序都必须要公开的 然后来接受大众社会大众的一些监督 我想这些去进行了解 那公开呢 就是包括几个概念 就是说立法公开 包括立法规则及其程序要公开 就是说你的所有像我们 为什么 像现在网络很发达 为什么我们政府要有一个公开的网站 就是说你在这个网站上面可以搜寻到 这不是私人的 像我们的那个什么 全国法规资料库是不是 那个网站 为什么它可以 它中华民国的法律在里面都可以查得到 它就是一个公开很重要的标准 那它那个第一个规则要公开 所定出来的法律 不管你是法律命令 你的规则都要公开 你的程序也要公开 你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 像我们最大诟病的就是什么 其实我们立法院里面最大公病的 就是那个党政协商 立院里面的协商 其实对我来讲 这个是最大弊病的 因为 你政党协商 你里面说什么都不知道 因为它情况不公开 所以你会时常听到很多说 你这个违反我们的政党协商 有些人说已经谈好了 结果上来就不是这样子讲 但是问题是你里面谈什么 有些事情根本不知道 所以这个过程我们是值得思考的 虽然说政党政治有它的好处 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些是不为外人所知的 这个是违反公开性原则的 还有整个立法的过程里面 今天要公众参与 像国外你们实际上听到什么叫公听会 有没有 实际公听会 台湾这个有 但是不多 国外一大堆公听会 我今天要立一个法 或是我今天要审一个案子 我都要举办一些公听会 好 那我们 其他的我们就仔细看过去 包括 像立法规则 就像整个的权限花文 这些要很清楚 程序就是整个立法决罪的过程 它的一些基本的程序要很清楚 我想 这些应该都会理解 我们学法律的这些都很理解 然后再来要对整个社会跟公众 公开整个立法的决策过程 也很清楚 像今天立法院上面 包括所有的议会 它一定都会有旁听席 对不对 一定都有旁听席 你们要愿意 立法院参观过吗 下次我们可以请学会 再办去参观一下立法院 我们一些 你们一些学长姐都在里面服务 像包括民进党的 那个阿扁的那个低传弟子叫谁 不是不是不是 他就是我们学长 高我两三届的学长 那个 忘记了 对不起 对不起 高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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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我们法律系的学长 高志鹏 就高我三四届吧 高我三四届 他看起来有点 他不知道会不会告我 有点操劳 对不对 但是他才高我两三届而已 那个高志鹏 好 那好来 我们就往下看 那都可以 其实都请他们安排 去参观 那基本上都有盘兴提 那都有专业的频道 都可以全程录影 都没有问题 这就是公开的一个概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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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